YOLO GUYS WELCOME TO CHANNEL 好啦 各位觀眾 今天呢 我們要來挑戰新的巫師級關卡 別西普 那這個巫師級關卡呢 就是因為超巫師級的關卡 這個叫露西法已經開啟了 然後它的算是 應該算是露西法的覺醒素材 那我們這次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組合 哇 沒錯 哥就是歐洲人來著 我帶兩隻那個 我有點忘了 帶兩隻兔妹佛洛伊德來挑戰這個關卡 其實 大家如果沒有佛洛伊德也沒關係 因為我個人覺得這個關卡其實也沒有那麼的難 好吧 我們直接進入關卡讓大家看看這個關卡 Let's go 歐洲人 我是歐洲人 嘿 歐洲人就是任性怎麼樣 來 一開始 我覺得這個蠻特別的 是一開始他右邊那個一直在睡覺 然後你要把左邊那一隻打死 左邊那隻小怪打死之後呢 他才會進 他才會醒過來 然後在那之前呢 他會做一些小攻擊 但是不會做太大的攻擊 那這邊我們一樣就是讓歐基里德來做爆發吧 看一下讓這一串 OK 藍色有沒有機會連在一起 沒有 OK OK 等一下喔 那我們就再來一回合 我們下一次歐基里德再做一個爆發 這邊一樣啊 那基本的觀念大家還是要有 我們讓攻擊力高的角色去做爆發 看一下喔 這邊藍色有機會連在一起嗎 OK漂亮 來那我們這邊有一大串紅色 待會讓歐基里德做一個爆發 應該就可以把左邊那隻小怪給解決掉啦 OK 欸 我怎麼覺得好像會有一點抑傷啊 算了沒關係 應該有可能會抑傷喔 拜託別抑傷啊 因為他現在右邊那隻你看他是防禦力上升 然後基本上打不了他多少血 欸欸欸 剛還沒死 哇這隻血太多了吧 哇怎麼還有障礙豬啊 好啦沒關係 哇 看什麼看什麼 不要嚇我欸 好那我們把左邊那隻打死之後呢 那個右邊的這個 右邊的 我忘記他叫什麼名字 我們看一下 貝爾芬格 啊他就要覺醒啦 所以我們這邊把射珠留下來 待會做一個爆發 這女孩真沒用啊 你也覺得他沒用啊 好啦 那他就會覺醒 應該就是他就進化了 他變成五星的形態 來 擊敗敵人 我們看一下喔 這邊的話 OK 剛剛好可以 我們看這邊有沒有辦法讓這個連的到 好吧 這樣子我們可能又要再等一回合了 因為這邊射珠串不起來 來 藍色 待會做一個C珠出來之後 我們可以把左邊跟右邊的連起來 OK 那這邊我們想 當然 呃 要做一個爆發嗎 好 我們這邊先做一個小爆發 來 來 來 我們來試試水溫 看他可以打多少血 這個有可能會一條打掉嗎 這個有可能會一條打掉嗎 欸 好像 差一點沒關係 那我們就慢慢抹啦 這一關其實 哇 怎麼那麼痛 怎麼那麼痛啊 哇 好 沒關係 呃 還好 還好 還行 還行 哥還頂得住 還頂得住 我看一下喔 這邊 呃 好 這樣子打的死嗎 我們有兩顆C珠 OK剛剛好 然後呢 待會直接開一個Fever 把這個障礙珠給消除掉 欸 我做了什麼 算還是繼續睡午覺 欸 走掉了 所以他只要打掉一條血 他就走掉了 那我們這邊 前面 我們這邊直接開Fever好了 因為 我們順便把那個障礙珠給消除掉 其實 如果你的傷害夠的話 障礙珠應該是不會出來的 我覺得我剛剛有一個小失誤 讓他障礙珠跑出來 我們這邊一開始就先把Fever開掉 這樣子 可以直接把障礙珠給消除掉 我們比較好做版面 呃 差一點 沒關係 哇 還好我們直接把這個Fever給開掉 那這邊我來想一下 我們需不需要開一個 應該不用欸 我覺得不用欸 我們直接用版面的射珠 就把它給解決掉好了 看一下他的傷害 6000多還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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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問題的 來 新珠多一點連起來 OK 漂亮 那這一串做完之後呢 下一回合龍王爆發 應該就可以把他給帶走了 哇哇哇哇哇哇 幹嘛幹嘛 我會被死 哇靠 這是怎樣 嚇死了 嚇死了 捏 等一下喔 好 呃 這樣子應該可以打死他了 但是呢 為了確保 啊我 我應該早一點按的 我應該打得死啦 打得死啦 打得死 大家不用擔心 我剩了一點點血是怎樣啊 嚇死我欸 嗚呼 來 那我們這邊要趕快把它給解決掉了 呃 呃 呃 有一點麻煩啊 呃 呃 我看一下喔 我看一下喔 呃 完了完了完了 不行 我覺得我們要爆發全部開掉了 不然我們可能會死 呃 這個就不用開了 炸 欸 拜託不要鬧喔 別鬧喔 多炸一點 多炸一點 喔 漂亮漂亮漂亮 再炸 再炸 喔漂亮 漂亮 哇靠 這弗洛伊德是怎樣 我直接血全部拉滿耶 應該直接一波帶走了吧 OK 漂亮 但我們現在完全沒有 沒有主動技進關 有一點危險 大家要注意一下 不要看他好像弱弱了 他怎麼打了一萬八千點的血啊 那個 剛剛應該要直接主動技開掉把它帶進關 好了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到整體了 別西埔來了 我們怎麼打得有點快啊 感覺打得有點快耶 好 我看一下喔 呃 這邊的話呢 我們要趕快 我們可以直接再來做爆發 因為呢 我們現在還有龍王的主動技 呃 這 怎麼不是這麼的有殺呢 哇 哇 好 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 沒問題的 我看一下可不可以把它打到半血啊 或是一條直接打掉也不錯 啊 不過看起來是不行 沒關係沒關係 剛剛那個射幾十滴血 我真的是也嚇到我耶 六回合炎塘C珠生成 那我們就要等龍王的主動技啦 等龍王的主動技 龍王的主動技剛好在這一關 哇他炎塘 我九顆還做不出一個C珠耶 好猛喔 那我們這邊就撐一下 幫你追加 喔 定時傷害珠看一下版面 OK 這樣子的話 我們讓定時傷害珠可以全部連在一起 OK OK 21顆還不是炸 欸是是是是炸彈C珠 好沒問題 他的攻擊力好像沒有那麼的高耶 來漂亮 那我們這邊就讓佛洛伊德先做一個小爆發 然後待會直接開Fever 進關 如果可以把它打死是最好的 OK漂亮 沒打死 欸 沒關係 哇怎麼還有啊 他怎麼那麼多定時傷害珠啊 那我們再把定時傷害珠全部連在一起 連在一起啦漂亮 打得死他嗎 OK打死了 那這邊的話 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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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幹嘛 啊 陷入異常狀態 等一下喔 那我覺得我們先補血好了 先補血 然後 待會讓龍王開主動技 OK 龍王開一個 欸不是不是怎麼說 讓龍王開Fever 然後我們就可以 龍王的主動技就好了 滴滴好 來我們看一下Fever可以打多少血 哇我要回血我要回血我要回血 這個如果你帶 呃 梅塔的話 應該很好打這一關 這一關 這一關我覺得梅塔也很適合 可以解讀 梅塔可以解讀 又可以回血 來來來來 297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辦法打半條以上 應該差不多吧 好那各位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show time 我們就把兩個佛洛伊德分開 哇哇哇 把他們的主動技給分開來 來 來 OKOK 來來來 沒問題 沒問題 這樣子可以再解除那個 延長C珠生成 直接來一個大的爆發 在下面啦 大一點 炸炸炸 炸到右邊嗎 哇炸不到 哇 哇哇哇哇哇哇 拜託拜託 哇炸不到欸 呃 我看一下喔 我看一下喔 OK 漂亮 打得死吧 OK 各位 要來秀一波了各位 我們要來秀給大家看 秀給你們看 來 來喔 我們看一下 我們可以 呃 直接開爆發 然後 OK 直接開一波 這個應該就是一波帶走 沒問題啦 這個 不用多說啦 再帶上這個 這個我們的貓靴 長靴羅配 啊 這個真的是猛的啊 這個組合 我真的覺得他掉爆發射速下來 真的很 哇掉爆發射速下來 下來了 下來了 欸 是吧 沒有連在一起 可以可以可以 沒問題 哇 狂炸欸這個 狂炸 哇 哇 版面上好多爆發射速 欸可是 他的爆發射速 掉的機率怎麼這麼高啊 之前如果 跟龍王一起開 他也不會掉那麼高 哇 輕輕鬆鬆 啊 沒有很輕鬆 剛剛我覺得 呃 第二關 小王的時候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第一條不要拖太久 然後 他會吸收 綠色射速 打大量傷害 那個時候 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自己的血量 欸掉了欸 掉了欸 要自己稍微注意一下血量 然後再來就是 你要把 呃 這個 如果你有梅塔的話 戴上梅塔 在尾王的時候呢 會減輕非常非常多的壓力 我們 下次巫師集再見啦 影片結束喔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在下面幫我點一個喜歡 並且在這邊 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他的請願 離開 訂閱的